大家好,現在是2023年 11月4日 大概是早上的10點 10點10分,你們看看 你們看看 公務單位 公務單位不曉得在我家門口做什麼 我現在才知道我家門口的馬路上 有一個洞 然後他們剛剛把它挖開來 然後現在又把那個洞給封起來 不曉得在做什麼 最近的新聞 最近的新聞很害人聽聞 有哪些害人聽聞的新聞 譬如那個 新北市 侯友宜管轄的 新北市的戲職啊 有一個姓廖的 市議員 他們佔用公有地耶 然後佔用國有地 然後亂蓋這個豪華的別墅 八百多坪啊 按照道理來說 這個 這個 農業用地啊 農業用地是不能 按照規定是不能那樣子蓋的啦 但是 從這一點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發現說 只要是國民黨執政的地方啊 只要是國民黨執政的地方就會有特權 因為那個是習慣嘛 他們早就認為說 只要是國民黨執政 就應該要享有特權 這樣才叫做國民黨執政啊 你看從朱立倫當新北市市長 然後侯友宜 然後那個廖家 從一個 他自己說的啦 他說有茅草屋啦 不曉得到底有沒有 也沒有去做保存登記 然後就越蓋越大越蓋越大 現在八百坪 被人家發現佔用國有地耶 還開停車場收錢 而且每個月 淨賺十幾萬啊 有這麼爽的事情 那從這 從這個 這裡啊 這一點啊 就可以知道侯友宜執政之下的新北市 特權橫行啊 因為 這個違法十幾年 朱立倫侯友宜 主政之下十幾年 違法 這麼久 欸 竟然沒有一張華單耶 然後那個 新北市政府的管員還 好像很 很洋洋得意說 嘿 都沒有人來舉報耶 沒有舉報紀錄啊 而事實上是 附近鄰居不停的舉報啊 只是他們就是 不給你立案啊 他不給你立案 他不給你立案 你當然就 就怎樣 就沒有那個 記錄啊 然後用這樣 來敷衍大家 官商勾結啊 不是官商勾結啦 應該也有啦 就特權橫行 但是這樣要怪誰 怪你 怪你這些 投票給 朱立倫跟 跟這個 侯友宜的人啊 當你 當你投票給 給國民黨 的同時呢 也就是說 你這一票投下去 你就默許啊 你就默許說 欸 你們可以 佔用國有地 亂蓋房子 你們可以為所欲為 隨便你高興 啊 投票的人不行耶 投票的 你只是一般老百姓 你可不能享有特權 你只能 乖乖地看人家 享有特權 那現在 被揭露的 所謂的 這個四大 地方 地方上的四大家族 台中元家 張 張化謝家 雲嶺張家 新北的 這個廖家 他們都有這種 違法的 違法蓋豪華莊園 的這個情況 啊 這個就是大家鼓勵 鼓勵他們的嘛 你投票給他們 然後你自己甘願 你自己甘願 你自己甘願 自甘下流 那 你要怪誰 你就要亂投票 你也 你也不看新聞啊 你看新聞 你也從來不看 不看這個 公正的電視節目 你就是要去看那些 辛酸辣的 善情的 色情的 每天得過且過 那你只能 只能看人家 用特權 享受這一切嘛 所以說 這個 那提到這個信料的 真的是 很令人意外啊 因為信料的 並不是十大信 不是十大信 但是信料的 對民國的危害啊 信料的對民國的危害不亞於 信真的 信真的也不是中國十大信 但是信真的 對這個 中華民國的危害也是相當的大 這個 這個信料的 以前那個名是 三立啊 有一位名嘴 主持人啊 叫做廖小君信料 本來 本來他主持那個 新台灣加油 主持得好好的啊 後來他就 他就丟了 丟了那個主持棒的工作 他 怎麼會丟掉那個主持棒的工作 當時啊 就有徵兆了 因為 所以我看他的節目 他雖然是三立的 三立的一項都是支持綠營的 但是那個 廖小君那個時候 請來的名嘴啊 那個國民黨的啊 他都 他都在節目中講那個 假消息啊 假消息 但是那時候廖小君 主持節目 他可能是給予說 主持人 中立 客觀 然後 禮貌上 他不會去給人家打斷 但是 廖小君 他不知道說 他這樣子做 等於就是幫助 男影散播假消息啊 後來他 後來他果然就被換下來了 換 換這個 許 許貴啊 許貴啊 好像是 台南人嘛 他主持就不一樣喔 你看喔 他可能記取那個 教訓啊 記取廖小君的教訓 只要是那個男影的 只要是那個男影的 在那邊 講 亂講啊 沒有根據的 許貴啊 馬上給你打斷 他馬上反駁 然後跟他說 欸欸不對喔 你講這樣不對喔 我看那個資料喔 這個 賴清德是很青年的喔 民進黨也沒有貪污喔 台南的什麼那些 什麼開八十八槍 那些祖賢都是國民黨的喔 不是 不是民進黨的喔 你不要亂講 欸那個許貴啊 會當場 打斷 打斷那個男影的名嘴 在那邊胡說八道 然後 下次就不會請他來了 欸 許貴啊 我們台南人 這個美女啊 他這樣做才是對的啊 廖小君 他就個性太軟弱 他沒有像許貴啊 那麼 個性那麼這個 比較 剛烈啊 許貴啊比較剛烈 所以 他現在這個節目收視率很高 然後廖小君那個時候 因為太軟弱了 讓那個藍影的 欸 就公然在 在這種收視率那麼高的節目 在那邊散播謠言 他 他一講出來的那個是謠言 你就應該馬上打斷他 不然會變成緩效果欸 然後可能 可能又有 可能 以前那個廖 廖小君可能有跟其他的名嘴來賓說 基於禮貌啊 如果 彼此講的意見不一樣欸 不要這個 當場翻譯 可能有這樣講啦 不然很久很久以前啊 有那個節目啊 那個 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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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鄭鴻宇的節目嘛 很久很久以前吧 不曉得哪個 節目啊 就是 立場不同了 幾乎要打起來 在外國就有 外國就有那個政論節目 因為意見不合就互相打起來 那以現在台灣所面臨威脅這麼大的情況之下呢 你如果要讓男影啊 或者是像 柯出這一類的 這一類胡說八道 滿口謊言的人 上這種政論節目 真的就是要像許貴啊這樣 你要馬上阻止他講啊 因為 你要知道在電視機前面看節目的人 其實他們都很忙啊 因為一般人就是 每天都忙著在做事情 在賺錢啊 為了三餐再賺錢 他能 他有時間看節目 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在 開車回家的途中 戴著耳機 一邊開車一邊聽 然後或者騎著機車 也戴著耳機一邊 一邊看一邊聽 或者在家 可能就是一邊 一邊 一邊聽 他們沒有辦法說 仔細去 仔細去給你探討說 這個 男影的或柯出正影的 講的是真的還假的 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分辨了 但是他們看到主持人 對這個人講的話沒有反駁 也沒有提出辯解 其他名嘴也沒有激動的表情 他們就會以為說 這個人講的話是真的耶 他們就會相信耶 所以這就導致 後來很多選舉 民進黨這方面 綠營這方面 就是一敗塗地啊 這很嚴重啊 所以 像許貴啊 這樣做就對了 你講錯我馬上阻止你 我馬上給你更正 因為 因為在聽節目的人 真的就是 沒有時間去查證 他們 他們就是看主持人的反應 看其他名嘴的反應 如果大家都 都沒有反駁他 他們就相信了 說 他這個男影的或柯出正影的 講的一定是對的 不然主持人怎麼不會阻止他 對不對 所以姓廖的 廖小君 就這樣丟掉他的主持工作 你看像現在他這麼辛苦 自己在這個網路上做節目 自己要花錢 還要去請那個來賓來 多辛苦啊 然後以前他縱容的那些 男影的 也沒有伸出 伸出手來幫助他嘛 對不對 也不能幫助他嘛 所以說 他前途就這樣就沒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在 他在 一個重大的節日 他還在連線那個 一個資深的女記者 什麼姓李的 什麼 叫什麼 我忘記了 那個時候我也覺得不大妥 因為那個姓李的 那個姓李的 是後來才又加入 三立陣營 但是他本來就是很有 李文儀吧 李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長得很漂亮 資深的啦 後來因為好像嫁錯人 好像說嫁入豪門 結果那個是假的豪門 然後就 後來又不得不付出 然後就來投靠三立 人家是資深的耶 人家只是說 婚姻 婚姻不好 他中途這樣 嫁錯人 然後跌了一跤 回來三立 結果好像被 被這個主持人當作小孩 這樣摳啦 這樣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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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 對於那個前輩 你應該要有一點 尊重啦 雖然他現在落魄,但是現在 廖已經離開三立 結果那個李 李什麼伊的啊 還在喔 他在做什麼感性的節目嗎 他是沒有涉入政論節目 但是我當時看他在 看廖曉君在攝影棚內當主持人 然後這樣 好像意氣風發在call in 在做現場的現場連線的 那個姓李的資深的女記者 我就覺得啊糟糕 完了 這個倫理啊 倫理關係可能沒有搞好 可能他要丟飯碗 沒想到後來就真的丟飯碗 好像叫李文宜沒有錯 但是個人是覺得姓廖的意願 這樣占地800坪這樣胡搞瞎搞 然後侯友宜這樣縱容 這個都可以看出侯姓 侯這個姓還有廖這個姓 可能真的人格有問題喔 你們知道我剛剛說的 姓廖的姓真的對中華民國影響相當大 國民黨會來台灣 國民黨會來台灣就是姓廖搞的 誰最恨姓廖的就是那個十二兵團 司令黃偉 他當年率領十二兵團 國民黨精銳部隊 全部都是美式配備 但是眾計嘛被共諜引誘入包圍圈 被包圍就是那個徐棒大會戰 淮海戰役 黃偉十二十二軍團 總共有十二萬多人的精兵被共產黨包圍 然後這個廖運舟就是黃偉的部將 然後廖運舟姓廖的 廖運舟他就騙那個黃偉說 我我願意帶部隊突尾 把大家救出來 然後這個黃偉就很感動 說你要帶部隊突尾 這個是九死一生的危險任務啊 廖運舟拍著胸膛說 為國家犧牲是我的榮耀啊 司令總司令 你要相信我對國家 對民族對中華民國的愛 我願意犧牲一切 說得很好聽啊 說得很好聽 黃偉感動得痛哭流涕啊 廖賢帝 你只去啊 凶多吉少 但我會跟蔣委員長 禀報這一切 讓你得到青天白日勋章 然後黃偉就就把最好的武器 最好的這個士兵 還有很多很多的車輛戰車 都交給廖運舟 就是要廖運舟帶著這些最精銳的武器 最好的設備去突尾啊 沒想到這個廖運舟是 共產黨潛伏在國民黨部隊裡面的人員啊 他就帶著這些士兵 還有這些精銳武器 就這樣大搖大擺的到中共部隊那邊去啊 然後中共看到 八圍圈外的 八圍圈的共軍看到廖運舟帶著這麼多士兵來 大概有三萬多人吧 就打開一條路 打開一個缺口 讓廖運舟把部隊跟卡車戰車 還有精銳武器 還有糧草 全部都帶過來 之後八圍圈又包起來了 然後黃偉就覺得很奇怪說 廖運舟不是要突尾 為什麼到現在完全沒有聽到槍炮聲啊 沒有開一槍啊 沒有開一槍 然後廖運舟的部隊就不見了 就這樣三萬人 三萬精兵就這樣被帶走了啊 後來黃偉當然就被殲滅 黃偉就被抓了嘛 抓了以後他才知道說 原來廖運舟是共諜啊 共產黨啊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懷疑 馬英九啦 馬文君啊 這些人啊 然後趙少康啊 這些南影的這些人 可能都是共諜啊 柯處啦 雖然不是國民黨 但這些也侯友宜啊 這些都有可能是共諜 他們可能都有什麼聲音黨啊 影像黨啊 被中共掌握啦 不然他們不會這樣啊 你不要小看中共 搞這方面的能力啊 那個廖運舟就是一個歷史 所以廖運這個黃偉啊 十二兵團司令啊 他說他人生最恨的一個人 就是廖運舟 姓廖的 他只要人家在他旁邊說廖運舟 他就氣到幾乎要叫花狂 這個黃偉被中共關了二十七年耶 被關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耶 被關二十七年他才被放出來 然後放出來他趕快跑回家去 看他妻子還在不在 欸 他妻子還在耶 他妻子含著眼淚說 我等等你 整整等了二十七年 然後他妻子就做 做很豐盛的 接風餐啊 歡迎他回來 回家 然後他妻子當天晚上就上吊自殺了 黃偉的妻子當天晚上就上吊自殺 留下一封遺書吧 上面就有寫說 你被關的這二十七年來 我為了要這個等你啊 我歷盡了文化大革命 反右派鬥爭 反黑五類 我被如何欺負 我都我都忍下來 我就是要等你回來 被人家怎麼毆打 被人家怎麼侮辱 欺負 三餐不計 他就這樣即使撿垃圾 他黃偉的太太也一直忍啊 一直忍啊 忍了終於二十七年後 他回來看到黃偉 才這樣為丈夫煮了一餐 很豐盛的晚餐 一天而已就上吊自殺 他說 遺書裡面也有寫說 我現在變成這樣這麼難看 跟我當年你娶我的時候 當年黃偉是校長嘛 他是投筆從容的 黃偉是留學美國知名大學 好像是長春藤名校的那種大學 後來投筆從容 然後投筆從容之前 他是校長耶 是社會地位很高 然後娶了一個大家閨秀 他的老婆也是名門 門當戶對的黃花大閨女 很漂亮 年輕的照片很漂亮 但是在等黃偉的這二十七年 被人家怎麼蹂躏 怎麼毆打 怎麼侮辱 脫光衣服 這樣遊街示眾 就是要他死 但是他為了等黃偉就是不死 但是黃偉一回來 他就上吊自殺 他說他不想讓黃偉看到他這麼醜陋 現在這麼醜陋的樣子 因為他太太牙齒什麼都被打到都沒有牙齒 他頭髮都擺得股瘦如柴 他覺得不能讓黃偉留下這種壞印象 黃偉在他的心中永遠都是大英雄 黃偉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的名將 你知道日本人是怎麼給他取外號的 日本人給黃偉取的外號叫做鬼賤丑 然後日本人在轟那個日本的小朋友 如果不睡覺 他們就說鬼賤丑黃偉來了 聽說那個小朋友都 日本的小朋友都嚇得趕快睡覺 躲進棉被裡 鬼賤丑黃偉來了 你就知道說當年的黃偉是如何百戰百勝 所以他才能夠